電競在全球自首可熱的狀況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電競的少女領導 我們今天來到了MSI和Discovery 聯合舉辦的記者會現場啦 難道他們這次又要出新的聯名筆電嗎 還是有一些新的電競周邊呢 其實都不是喔 這一次呢 Discovery 製作了一個全新的節目 叫做電競崛起 全新霸主 講的就是現在電競在全球自首可熱的狀況 而他們也認為MSI是在這次電競的產業之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的推手喔 現在比體育賽事還紅的電競賽事 當初是怎麼崛起的呢 你從電競崛起全新霸主的這個節目裡面 你不只可以看到就是電競賽啊 還有電競戰隊他們是怎麼組成的啊 甚至還可以看到就是那些最新最棒的電競配備 像MSI他們為了滿足玩家的需求 他們甚至動用到NASA等級的材料 就是為了做出最棒的散熱系統喔 再來呢你還會看見現在熱門的遊戲 例如PUBG這樣的遊戲是怎麼誕生的呢 如果你是對電競賽事啊 或者是一些電競的生態很關心的 就千萬不能錯過這個節目啦 而接著會現場呢 MSI也展出了他們的最新產品 包含他們最新的筆電機 GT76泰坦還有相關一些根本就還沒有上市的曲面螢幕等等 然後呢這一次他們還特別請來了BB輸鏡 然後還有閃電狼來做一場比賽 原本以為就是比賽結果好像可以預期是B小輸這樣 結果竟然意想不到就是B跟閃電狼兩位團隊 團員的組合竟然獲得了勝利覺得非常的厲害 非常頂采 最後呢就是最重要的資訊啦 這個電競崛起全新霸主 這個節目是在什麼時候播出呢 其實後面就有寫 6月21號星期五的晚上10點 如果你對電競很關注 然後你想看電競的團隊他們是怎麼形成的 還有厲害的電競周邊等等 記得不要忘記就是一定要鎖定這個節目啦 最後呢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囉掰掰